整個街上還有聖誕節的氣氛 真的很特別 這是我來台灣很驚訝的事情 日本人不會過農曆過年 但是台灣的過年就是農曆了 其實這個文化 我也是來台灣才知道的 台灣跟日本有很大的差別 婆婆 學不學要幫忙 不要幫忙 坐著就好了 都在下方看電視 吃飯 還有紅包可以拿 也太幸福了吧 大家好 我是艾古 我今天來到這裡 MRT 東面駅 五番出口 直到直到 グルメとショッピングの街 四漢字 四漢字 直到日本的家庭に寄生 今天 家族へのお土産を買いに やってきました 台灣的過年跟日本的過年 到底有怎麼樣的差別呢? 今天來聊聊 台日過年差別 日本的過年就是 十二月三十一號 到一月一號對不對 這個時候在台灣 街上好像都沒有過年的感覺 所以我剛從日本搬來台灣的時候 很驚訝 奇怪 十二月三十一號 都快要新年了 為什麼還有聖誕室? 整個街上還有聖誕節的氣氛 真的很特別 這是我來台灣很驚訝的事情 日本人不會過農曆過年 但是台灣的過年就是農曆了 其實這個文化 我也是來台灣才知道的 お腹が空いたので 牛肉麵を食べにきました 好吃 比較清淡的口味 這個湯区裡面 麵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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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湯 日本人來台灣喜歡吃 牛肉麵 牛肉飯 小籠包 我來台灣之後 最喜歡吃的新菜就是 空心菜 這個也是我平常超愛吃的 台灣小菜 我超喜歡這個菜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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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為什麼日本人 那麼喜歡來永康街嗎? 因為 這裡永康街有超級多台灣美食 牛肉麵 麻辣火鍋店 還有餃子館 所有台灣美食通通都有 還有 這裡有很多台灣的雜貨店 來台灣的日本人 都喜歡買台灣的有些特色雜貨 就是很台灣的東西 我去看看有沒有可愛的台灣雜貨 送禮給家人的 看到一個超可愛的東西 我還沒看過 這個我超喜歡 你看這個 這個 電風上 紅白拖 這種東西在機場都賣很貴喔 100塊 欸 100 120 看到一個超棒的過年禮物 天啊 這個也太漂亮了吧 平安西樂 日本人也看得懂喔 平 平和的平 安全 安全 洗 就是日本的 喜的 就是很開心的洗 然後熱就是快樂的熱 日本的TANOSHI 日本人收到這個會很開心 而且有紅色的櫻花耶 帶來好運的感覺 這個 我們現在來到HONDAN 這一家是台中有名的伴手禮店 日本人最愛吃的鳳梨酥 還有很多種的台灣特色餅都有賣 那我們進去看看吧 想要買送給家人的過年禮物 韓國我們有四種 哇好漂亮喔 每一個都不同的口味 法式杏仁牛軋糖 一般可能到外面買牛軋糖都會看到那種比較硬 然後有點甜 不會辣一點 比較不甜 外表可能會長得有點醜醜的 是因為它沒有加鞍定劑 巧克力的 這很好吃 英式代飛牛奶糖 口感完全不一樣 這個超好吃 這個是長輩都很喜歡的桂圓南澡的好高 有酒味 沒有酒精 對沒有酒精 因為它蒸發掉了 這個比較像大人的味道 對 我們請你吃鳳梨酥好嗎 好 好 幫我切一下 鳳梨酥 外面的那個酥皮是日本椒和麵粉 吃進去會入口脂肪 嗯 有根口耶 不曉音太大口 嗯 入口脂肪 這個很好吃 這叫幸福Q餅 飯的所有的餅都是沒有加防腐劑 沒有加人工色素 或是凡事脂肪 酥 好像有很多 多層次 我們的還有一大招牌 這叫松子茶酥 松子茶酥最怕就是嘴巴太乾 但是呢 它搭配了麻糬QQ的 會覺得在口腔裡面是有中和 嗯 很爽的味道 裡面的麻糬QQ的 很好吃 想喝咖啡了 嗯 這超好吃的 它叫做酒茶黃飛酥 對 他最近才剛得獎 這個 對 他最近才剛得獎 台灣百大伴手禮高的 噢 這個很好吃 好好高級喔 上面的圖案叫白孔雀 因為像日本也有一個文化說 叫白孔雀是有一種幸運 這個它是一隻豹 過年要送親戚朋友 送你 祝你賺到豹 哇 他們的禮盒都超漂亮 ここ粉丹的お菓子 也有充滿的 貰獲的人心悶的 高級感溢了的設計 特徴的 有可以燒餅 可以燒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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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哇 這個不像餅店吧 對 買了什麼衣服 他們是買了什麼包 這收到一定會很開心 耶 好吃 因為我們剛剛試吃了 實在太好吃了 所以再買一盒送給朋友 剛好過年 我們有很多活動 想要分享給朋友們 吃吃看豐當很好吃的 台灣餅 這個好可愛喔 有注音的包包 還有口袋 飯筷子 湯匙的 台灣的美食 鳳梨酥 哇 芒果冰 珍珠奶茶 好可愛喔 香水 日本人最愛 在日本好像都流行 這種台灣風格的包包 超多 日文人最愛 這是茶耶 這怎麼那麼漂亮 珍珠奶茶 小籠包 芒果冰 哇 這個麥克咩 好多台灣的東西 這個也好漂亮耶 每一個都好有特色喔 這個是台灣茶 台灣啤酒 摩托車101 我選這兩個 馬克杯 你看台灣的 一直看到台灣小吃的 不可怕 仙草 車輪餅 粽子 好好玩喔 這必須買的吧 臭豆腐 豆花 買吧 這家又是找貨店 這個好帥喔 欸 可愛 可以 醬 醬 剛剛永康街的 有個店長推薦 說這家很好吃 進去看看吧 醬醬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因為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點這個是 溫的 這是什麼 好好吃喔 禮物 買好了 你看我買超多 永康街這裡真的很好玩 很推薦日本觀光客來玩喔 那我們回家吧 GO 回來了 我買到很多禮物很開心 這集影片呢 聊到台灣跟日本的過年差異 我剛嫁來台灣的時候發現 過年的時候我們回去老公的老家嘛 那個時候 讓我很驚訝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 不用做事情 通常呢 在日本過年的時候回去老公的家鄉 這個老婆媳婦 一定要幫婆婆做事 做飯 準備家人吃飯的東西之類的 一定要有這個態度說 我要幫忙 婆婆需不需要幫忙 就是要這種態度 可是呢 我公婆叫我不要幫忙 做著就好了 我公公婆婆本來就很會煮飯 他們每年都會幫我們準備很多台灣的年菜 我本來想說要幫忙公婆做事 可是我公婆就叫我做著就好了 做著看電視就好了 我在台灣過年的時候 坐在沙發看電視 吃飯 他們還會給我一堆東西吃喔 還有紅包可以拿耶 天啊也太幸福了吧 日本的年菜叫 就是日本人新年吃的東西 新年的時候媽媽們可以休息 不用煮飯 所以年末的時候媽媽們會準備 但是最近很多白貨公司超市都有賣 已經做好的 日本的年菜就是冷冷冰冰的 不像台灣的菜那種熱熱的 剛好因為我要回去日本嘛 所以我想要給爸爸媽媽台灣送禮的禮盒 這邊有排行榜就是說 日本人來台灣喜歡買的伴手禮 第一名 鳳梨酥 第二名 台灣雜貨 第三名 台灣製作的化妝品 第四名 台灣茶葉 第五名 牛嘎糖 大家應該知道日本人很喜歡買台灣的鳳梨酥 這幾年牛嘎糖也是非常受日本觀光客的歡迎 這是豐當的禮盒 這個包裝真的非常漂亮 特別漂亮 我真的很愛 然後現在有過年特別的 你看這個設計也非常漂亮 這是2024年特別新推出的禮盒 這個是金露露 這一次去豐當 試吃了鳳梨酥還有牛嘎糖還有各種餅 我真的很驚訝 這個是太好吃 我特別喜歡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 真的是超好吃 如果有興趣的人 點進去看看豐當的官網 敢推薦2024年新年的禮盒喔 那今天謝謝收看我的影片 祝大家新年快樂 下一個影片見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